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者如果四肢功能受损 例如中风、患有拍筋顺症、关节痛 又或者只手不灵活的话 可以试一下特别设计的衣服 又或者用穿衣附助器具去协助着衣服 长者用穿衣附助器具有很多好处 包括提升自我照顾能力 加强自信 令生活更加有满足感 减少对其他人的依赖 和减轻护老者的负担 以下来就让我讲解一下 选购穿衣附助器具的小提示